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糖尿病的患者就怕并发症的出现 这标记着病情的恶化 一般当手脚麻木等问题出现的时候 就标记着病情再进一步的恶化 这个时候就应该注意 首先是调节血糖 其次是消除麻木的症状 通过一个中医的辩证分形 以及针对性的治疗 其实是可以消除症状的 稳定血糖的 那很多患者会说 在这个中医治疗的过程中 要不要注意饮食问题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糖友们应该多吃哪些蔬菜 才有利于血糖的控制 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第一,糖尿病就怕并发症 多吃这六种蔬菜 帮助你调节血糖 专家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发现 糖尿病最害怕的这六种蔬菜 糖友们可以多吃 第一,金针菇 金针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常吃的食物 特别是冬天 喜欢用它来刷火锅 它富含上食纤维 可以帮助减缓 仓后血糖的上升 提高外周组织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 每天食用 可以稳定血糖 第二,冬瓜 冬瓜中含有饼醇二酸 具有力量、去丝的功效 饼醇二酸能一直存在 淀粉、糖类转化为一种脂肪 能够防止由于体内脂肪堆积 尤其是对于适合糖尿病 高血压、肾病 惯心病患者食用 三,大蒜 大蒜可以通过促进 我们的体内胰岛素分泌 增加葡萄糖吸收 提高人体葡萄糖耐量 降低患者体内血糖水平 并可以杀死因感染诱发 糖尿病的各种病菌 所以糖尿病人可以经常吃一些大蒜 第四,菜花 菜花的水分含量在90%以上 热量低 含极少量的脂肪和大量的膳食纤维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是糖友们理想的健康蔬菜之一 花菜中的维生素C 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调节血糖 还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 第五,紫菜 紫菜富含紫菜多糖 蛋白质 脂肪 胡萝卜素 维生素等 紫菜多糖能够显著的降低空腹血糖 糖尿病患者可以在饭前吃紫菜来降低血糖 一般来说紫菜还可以降糖 第六,黑木耳 黑木耳是生活中常见的真菌 其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蛋白质 黑木耳多糖等元素 黑木耳多糖具有很高的降血糖、降血脂作用 第二,多吃绿叶蔬菜可以降血糖 制裁是真正打开吃蔬菜的模式 新鲜的蔬菜含水量高 热量密度低 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 以及多种植物化学物 是β胡萝卜素、维生素C、叶酸、钾、鎂的良好来源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 健康成年人每日蔬菜摄入应该达到300到500克 流行病学研究证实 多吃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 可以显著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蔬菜作为低能量、低脂肪、低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代表 营养价值比较高 富含维生素B、锡质维生素、叶酸、钾、钙、鎂等多种营养素 补充营养的同时还有助于减少能量摄入 膳食纤维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生命不可缺少的营养素 中国膳食纤维的推荐量是成年人每天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 糖尿病患者若食用500克蔬菜 大致可获得5到10克膳食纤维 蔬菜的种类素以百计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种类和营养价值把蔬菜分为自己层 第一层,日月蔬菜每天都要吃 并且占每日蔬菜总量二分之一以上 比如说像芹菜、油菜、韭菜、小白菜、菠菜、西兰花、西红柿等 第二层,低糖蔬菜 包括白菜、茄子、黄瓜、白萝卜、豆角、苦瓜 含糖量低,营养价值并不突出 但是风味独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挑选 第三层,菌枣类 菌菇类、蔬菜与普通蔬菜相比 有一定的特殊之处 比如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 富含活性多糖 具有降血脂、增强免疫力等作用 海藻和紫菜富含点等多种宽物质 这类蔬菜我们可以经常吃 第四层,高糖蔬菜 代表蔬菜有 藕、薄芹、洋葱、豌豆、肠豆、百合等 属于烫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蔬菜 这类蔬菜可以作为配菜 不宜多食 如果食用过多 应该注意减少主食的量 第五层,主食蔬菜 常见的蔬菜有土豆、山药、芋头、南瓜等等 这类蔬菜如果常作为菜肴 那绝对是糖尿变患者的进取 但如果作为主食的一部分 那是相当推荐啊 不仅可以减少主食对糖的影响 而且饱腹感极强 色香味俱佳 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吃 只要注意吃的量即可 糖尿病患者每天蔬菜的推荐量摄入是 每天不少于一斤 这样可以获取充足的膳食纤维 既能够减轻饥饿感 又不容易造成血糖波动 蔬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热量较低对血糖影响较小 即使是炒菜也不要把蔬菜炒或炖的时间过长 烹饪时间越长蔬菜里的膳食纤维破坏越多 降糖效果相对差 所以不论是炒还是炖煮 只要煮熟了就可以了 蔬菜加工越细 纤维破坏越多 所以平时切菜尽量不要切得那么小那么细 这样可以更好地保留纤维 建议血糖高的患者要多吃蔬菜 尤其是含糖量较低的绿越蔬菜 蔬菜相对其他食物而言 生糖指数更低 还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 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尤其是有利于餐后血糖的控制 还有利于保证大便通畅 因此一般主张患者多吃绿越蔬菜 如菠菜、小白菜、大白菜或者其他的青菜 增加蔬菜的摄入可以增加饱腹感 也可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推荐糖量并换征每天使用500克左右的绿越蔬菜 含糖量相对较高的蔬菜 可以每天使用200到300克 菠菜、生菜、芹菜等绿越蔬菜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 西兰花、莴笋等蔬菜也适合糖量病患者食用 饮食是引起糖量病的一个重大因素 糖量病患者控制饮食并不是单纯的控糖 而是应该控制总热量摄入 同时均衡的营养摄入少量多餐 好了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